球場上不管是正面擊球 還是反手拍回擊 每個動作相當俐落 一當球彈掉地的時候 在反彈起來的上升旗 你就馬上出手 這樣的話 你們會爭取更多的時間 讓對方的壓力會更大 細心教導小朋友每一個動作 都要做到位 他是網球選手陳迪 是我國五屆 亞運元老 國手之力豐富 最近和妹妹陳怡 勤加練習 剛好有這個機會可以去當球品 然後甚至說有一些機會 是在學校裡面當演講 把一些過去的一些比賽的故事 去跟在學校園裡面 甚至在一些社團裡面 去跟大家做分享 這運動員的這些故事 回到金融家鄉 陳迪這幾年積極投入培育網球人才 年年舉辦網球夏令營 而妹妹陳怡當選四億元之後 忙於服務選民 兩個人對於網球熱愛 還是難以萬懷 因此雙雙決定 今年將代表金融市 參加全國運動會 今年有這個機會 那我也是鼓勵妹妹說 那不然我們就一起攜手 再合作一次 那我們想要在自己最喜歡 最擅長的部分 再做一次最好的表現這樣 畢竟已經九年沒有正式的訓練 然後一開始拿球拍的時候 都掌水泡 就是大概幾週前拿球拍的時候 就感覺很不適應 然後打完球 就是感覺腳那個柔軟度 比以前還要硬化 我也知道自己有年紀了 不像高中生那些小女生 可以這樣的折返跑 我會請家的練習 把狀況調到最好 兩人決定參加混雙比賽 替基隆爭取最佳成績 也希望兩個人付出參賽 有示範帶頭的作用 他們打球都有一定的穩定性 就是 只是就跟我們不太一樣 像我們平常 如果跟不同人配這樣打的話 通常就是會有些 像有些人打旋球 有些人打快球 就是會不一樣 結果你看到哪 但是他們就是配合得很好 兩兄妹從小一起打球 默契十足 希望付出參賽 能夠在全國運動會拿下金牌 讓基隆家鄉 揚眉吐氣 全憶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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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適應啦 然後打完球 就是感覺 腳那個柔軟度 比以前還要硬化 我也知道自己有年紀的 不像高中生那些小女生 可以這樣的折返跑 我會請家的練習 把狀況調到最好 兩人決定參加混雙比賽 替基隆爭取最佳成績 也希望兩個人付出參賽 有示範帶頭的作用 他們打球都有一定的穩定性 就是 只是就跟我們不太一樣 像我們平常 如果跟不同人配這樣打的話 通常就是會有些 像有些人打炫球 有些人打快球 就是會不一樣 結果你看到哪 但是他們就是配合得很好 兩兄妹從小一起打球 默契十足 希望付出參賽 能夠在全國運動會 拿下金牌 讓基隆家鄉揚眉吐氣 全議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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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燒民 基隆報導